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公路工程项目管理这门课程。 今天我们给大家学习的内容是公路工程施工招标。 我们大致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公路工程招投标概速。 第二部分,公路工程施工招标。 首先,招投标概速。 招投标的定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运用于大宗商品、服务采购和工程建设承包等经济活动的一种交易方式或交易制度,也称为招投标制,简称招投标制。 招标。 招标就是作为招标人,在商品购买方或工程项目的业主或代理发包人, 向作为投标人的商品、销售方或工程项目的建设者,包括设计、施工、建设等单位发出的信息或邀请。 提出你采购商品或你建工程的条件或要求,让多家销售方或建设者 前来报价,也称为投标,从中选取条件最优的供应商或承包人,并与之签订合同,达成交易。 投标是与招标相对应的活动,是投标人为响应招标而进行的报价及相应活动,并以中标为目的的行为。 招标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招标是建设市场的交易方式,是双方在同意的基础上的一种买卖行为。 第二,招标是市场竞争的表现形式。 第三,招标是建筑产品的价格形成的一种方式。 第四,招标是承包合同的定理方式和形成过程。 第五,招标是一种法律行为。 招标的原则 招标的原则,我们要围绕四个原则进行。 分别是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公正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工程招标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公开招标,一种是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无限竞争性招标,向不特定的人提出邀请。 邀请招标是有限竞争招标,邀请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竞争。 邀请招标应该像三个以上具有承担招标项目能力,信用良好的特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行的招标邀请书。 公开招标的优点和特点、优缺点。 公开招标的优点,对业主来说,选择的范围大,承包商之间公平竞争,有利于降低报价。 缺点是,公开招标程序较多,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入围的投标人数量大,业主工作量增大。 邀请招标的优缺点。 邀请招标的优点,不需要进行资格预审,减少了程序,可以节省招投标的费用。 业主对邀请投标的人是比较了解的,可以降低风险。 缺点是,由于投标人的数量较少,可能会漏掉一些技术上,报价上有竞争力的承包商。 业主获得的报价,可能是不十分理想的。 适用范围,邀请招标适用于专业性强。 特别是经验,在经验、技术装备上有特殊要求的。 第二,工程不大,若采用公开招标,消耗的时间、资金太大,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工期紧迫,涉及专利保护或保密的工程。 第四,公开招标或无人投标的,除了以上几点适用范围,其他的均可采用公开招标。 公路工程招标的形式,根据标地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 勘测而设计招标,施工监理招标,材料设备招标和施工招标。 按照招标的组织方式分类,分为招标人自行招标,招标人委托招标机构代理招标。 这个图展示的是政府业主承包和监理单位四者之间的关系。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是建设合同的关系。 业主和监理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 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之间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 公路工程施工招标的条件 根据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结合公路建设项目招标承包的实践要求。 进行施工招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初步设计和盖算文件已经批准。 第二,工程列入了国家或地方公路建设计划,项目法人已经确定。 第三,建设资金已落实,不得影响项目建设。 第四,征立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或者落实,能保证分年度连续施工。 第五,施工图设计已经完成或满足招标的条件需要,并能满足工程开工后的施工要求。 确定招标的方式,是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 第三,确定施工承包合同的形式。 承包合同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单价合同, 总价合同,成本加筹金合同。 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 资格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了解和掌握潜在投标人的技术能力, 类似本工程的施工经验及财务状况。 1. 事先淘汰潜在的投标人。 2. 事先淘汰不合格的潜在的投标人。 3. 排除将合同授予不合格投标人的风险。 3. 降低招标人的招标成本。 4. 使不合格的投标人节约购买和研究投标文件。 4. 现场考察以及编制投标文件。 5. 参与投标的时间和费用。 6. 可以吸引实力雄厚的投标人参加竞标。 6. 资格审查的内容一般包括。 7. 第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7. 第二,近年的财务情况。 8. 第三,投入的主要管理人员的情况。 9. 第四,近年完成类似项目的情况。 9. 第五,目前正在施工和新承包项目的情况。 9. 第六,近年发生了诉讼与仲裁的情况。 9. 第七,初步施工组织计划。 9. 第八,其他材料情况。 9. 资格预审的方法及标准。 9. 资格预审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 9. 合格制法、有限数量制法。 9. 合格制法。 9. 资格预审合格制法是一种符合性审查的方法。 9. 凡是符合资格预审的初步审查标准和详细的审查标准的申请人, 9. 均能通过资格预审,可以参与下一阶段的投标。 9. 与之对应的是有限数量制法。 9. 在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标准满足的前提下, 9. 对资格审查申请文件进行量化打分。 9. 再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 9. 确定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9.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9. 不得超过有数量制限制的资格审查办法中规定的数量。 9. 资格预审文件的主要内容。 9. 资格预审公告。 9. 资格预审须知。 9. 以及附件的表格。 9. 附件的表格包括工程开矿, 9. 各标段的详细情况。 9. 计划工期。 10. 实施要求。 10. 建设环境条件。 11. 招标时间安排。 11. 评审处理的结果。 11. 合格投标潜在的投标人不能少于三家。 11. 如果仍少于三家。 11. 招标人应重新主则资格预审, 11. 或经有关的单位批准, 11. 采取邀请招标的形式。 11. 接下来是评标办法。 11.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版中规定, 11. 评标办法主要有四种。 11. 合理低价法。 11. 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11. 综合评标评分法。 11.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11. 合同条款及格式。 11. 合同条款包括通用合同、专用合同。 11. 其中, 12. 合同附件格式。 11. 还包括合同协议书。 11. 联证合同。 11. 安全生产合同。 11. 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低要求。 11. 主要机械设备和实验检测设备的最低要求。 11. 项目经理委托书。 11. 履约担保。 11. 预付款担保。 11. 工程资金监管协议。 11. 格式。 11. 招标控制价的概念。 11. 建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版提出招标控制价的概念。 11. 招标控制价是招标人根据国家或省级。 11. 行业建树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 11. 按设计施工图纸计算。 11. 对招标工程限定的最高工程造价。 11. 有的地方依称为蓝标价。 11. 预算控制价。 11. 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版中。 11. 它又称为最高筹标限制价。 11.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依据。 11. 主要有以下几个。 11. 招标文件。 11. 概率算定额。 11. 费用定额。 11. 供料机价格。 12. 注目文件或施工图设计文件。 12. 施工方案。 12.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原则。 12.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原则。 12. 招标控制价它的价格反映的是建筑产品的价值。 12. 即招标控制价编制过程中,应遵循价值规律。 12. 招标控制价的价值,应反映建筑市场供应状况,对建筑产品的价格的影响。 12. 服从供求规律。 13. 招标控制价的价格,应反映出一种平均先进的社会生产水平。 13. 以达到通过招标促进社会劳动生产水平提高的目的。 13. 以上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13. 谢谢大家。 18. Peterson 18. 天员 19. 诚心 19. 诚心